我們這門課的安排方式 是有點想探討所謂這種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其實在這幾十年來 世界各地特別包括西方的主流文化 其實也都開始關心這個問題 因為每個地方的地理特色不一樣 比如說氣候不一樣 那其實建築會因為 為了要遮蔽不管是陽光雨水 或者是周圍的環境 它必須要用一種建築形式來反應 我剛剛提到的這些物理氣候各方面的影響 所以今天其實回歸地域這件事情 它其實裡面還有一個比較深層的論述 其實就是要用一個比較生態 或比較大自然的方式 來回頭找到人類住居的問題